如果你想尝试第一次露营过夜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专业营地 第一 专业营地为你规划了舒适优美的营味 地面铺满了柔软的草皮 小碎石或者是搭建了木台 下雨也不容易泥泞接水 有的营地即使节假日也会严格控制入场的人数 避免出现人挤人下饺子的现象 第二 充足的自来水 在户外我们喝水 洗菜 做饭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那营地到处都是可以接水的地方 就不用担心水不够用了 第三 洗手间和淋浴间 营地里一般都配有洗手间和淋浴间 在冬天的时候还会有热水的供应 可以让你更体面的享受户外 第四 安全 营地里一般是有专人看管巡逻的 那还会做一些驱虫驱蛇的处理 所以晚上可以非常放心的睡觉 也有应急的医药箱可以处理很多突发的情况 第五 烧篝火 篝火是露营的灵魂 大部分营地是允许生篝火的 那记得要带上焚火台和防火布 就可以享受露营的灵魂了 第六 营地非常的好玩 像儿童的游乐场啊 甚至是卡丁车 钓鱼 水上活动之类的 有的还会定期举办入营节 知识分享 你可以玩得开心 还能互相交流啊 迅速入圈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找营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城市加营地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周边营地了 总有一个营地能给你加一样的感觉 中生眼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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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生眼被发现 中生眼被的发现